靠着全能上主心里得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现在一起做个祷告 财天父爱我们的主 感谢你 因为在你里面有平安 主要感谢你 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靠着你 我们心里真有平安 这是你的恩典 这也是我们的福分 主今天早上我们来在这边 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真是把心中的一切的重担 男主都卸在主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真正来经历 你自己的同在 也求你帮助我们来 领受你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讲得或听得 一同受教 主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谢祈求 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这个星期天 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昨天是什么节啊 情人节啊 情人节的中心是什么 爱啊 那么下个星期就是什么 过年啊 过年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中国人讲究福分 合家团圆 当然我们在海外的华人 我们可能很难活 如果你父母还健在的话 很难活父母在一起 过年 这种机会比较少 但是这些爱活 讲究合家团圆 这个基础都是一个和睦 如果没有和睦的话 你一天蒸蒸草草 你的爱也不可能持续 那么如果你家里面 充满了纷争 那年也过的是个苦年 那么我们所处的世界 可以说每天都充满了冲突 大的可以说区域性的冲突 比如说目前在中东地区 那个伊斯兰国 所带来的战乱 那么已经使数万计的人死伤 数百万的人无家可归 那么目前我们还看不见 和平的迹象 那冲突也可以是 国家内部的 比如说目前在乌克兰的冲突 政府军或东部的民兵冲突 按理说今天应该是停火了 我不知道还在打没有 反正星期六晚上那边 还在使劲来打 那也是使很多人无家可归 数千人死亡 而且好多人还活在 生活在那个地下室下面 然后马航的空难 也是那个战争造成的 那么今天能不能和平 我们也不知道 实际上自从人类 被利神当亚当的儿子 该隐 因着嫉妒把他的弟弟亚伯 杀了过后就开启了 这是人类的第一个蒙杀案 那么人类历史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杀戮 那么今天的冲突还只是区域性的 或者是国家内部的 我们这些人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来讲 我们实际上是蛮有福分的 我们还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种区域性的冲突 或国家内部的冲突 常常是和人的宗教背景 文化背景的不同有关系 都是因为这些不同产生的冲突 想置对方于死地 那么冲突也不只是在区域性的 国家之间的 实际上也可以在家庭当中 人与人之间 我们都会因为我们的不同 我们的看法不同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我们的世界观不同 而产生冲突 所以今天我想介绍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思想 如何来面对这些冲突 如何来解决冲突 当然我讲的更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家庭当中的 教会生活当中的 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 是在以父属书的二章十四到十八节 我们已经打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读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尽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神面前 那么这段五节的经文里面 和睦或者和平 在原文里面都是一个词 英文把它翻成peace 出现了四次 第一次是在十四节 他使我们和睦 第二次是在第十五节 成就了和睦 那么最后两次是在十七节 就是并且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原文里面实际上应该还有 也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进处的人 那么中文只翻译了一次 在包括里面的和好 好多一个新人 归为一体 和二为一 显然这段经文的中心是什么 和睦和平平安 可以说平安和睦和谐 是每个国家 每个家庭 每个人都需要的 但当亚当夏娃犯罪过后 造成人神的关系破裂 那么亚当夏娃这对夫妻 二人和为一体的夫妻 他们关系也破裂了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关系破裂的事 世界当中 就是要给世界带来和平和谐 所以福音常常有称作和平的福音 称作和平的福音 或者平安的福音 在圣经里面 那么新月圣经 特别是在书信里面 你常常会看见 最开始的时候 常常有祈祷 就是求神赐平安 赐平安 那个词和这边用的和睦 是一样的 peace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缺少和平 缺少平安 缺少和睦 那么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第二章 以夫属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一到第三节 使徒保罗认述了所有的人 就是犹太人 外邦人 在得蒙神的救赎恩典之前的话 都是活在罪悟过犯之中的 但因着神的恩典 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我们能够和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活过来 一同坐在天上 是因着神丰盛的怜悯和恩典 是因为祂的爱我们的大爱 是神的恩典 所以得到这些恩典的人来说 毫无所夸的 那么这是四节到第十节 所讲的内容 然后他又讲到 和神的应许 本来毫无关系的外邦人 借照耶稣基督的宝血 得以神和好 得以神和好 这是讲到的 十一到十三节所讲到的 然后就是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就是犹太人 犹太的信徒 和外邦的信徒 在基督里面的和睦 那么显然当时的 以夫所持教会 他有犹太人的信徒 有外邦人的信徒 而且他们当中 一定存在着 不和睦的因素 所以保罗才会讲到这一点 所以这五节经文里面 讲到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那个中间隔断的墙 还有两次出现的冤仇 一次讲到人的 魂像的 一个是纵向的 人和神之间的冤仇 那么这些都是和睦的障碍 所以今天我们想 从两大点来看 什么是和睦的障碍 什么是和睦的障碍 然后我们来看 什么是和睦的原因 那和睦的障碍 他讲到中间隔断的墙 那使徒保罗用一个 非常生动的句子 中间隔断的墙 描述了外邦人 或犹太人 在基督之外的 这样一个境况 那么什么是中间隔断的墙呢 原来在圣殿里面 在旧约圣殿 圣殿的内院 是不允许外邦人进去的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 那么外邦人 他只可在外邦院的范围里活动 那么在外邦人的 那个外邦院 或以色列院中间 有一道围墙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道围墙 中间有四个门 还有些台阶 那么在这个门前面都会写着 外邦人不得如虑 否则处死 连罗马公民也不例外 而且当时的罗马 殖民政府 他也给那些祭司有权柄 把那些人处死 所以正因为这个隔断的墙 即使那些外邦人 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来敬拜神的时候 他们也只能在外院 尽管他们和犹太人 敬拜的对象都是一样的 都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耶和华 这讲到是有形的一个隔断墙 当然隔断的墙 也不见得一定是有形的 因为以夫所的教会 那些信徒 他们去不去耶路撒冷敬拜 他们不可能每个州去 他们中间也可能有隔断的墙 那是无形的 是因着犹太人的割礼 或各种宗教的捷径里 产生的一种隔断的墙 实际上 隔断的墙就是一切使我们不同 拦住我们达到和睦的障碍 这些障碍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冲突 但是却拦住我们 有很好的邻里的沟通 不能达到真正的和睦 就是刚才我们读了 经文里面讲的和而为一 那种和睦 实际上 罪是成为我们和睦的 障碍的最终的一个根源 那么只有解决罪的问题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完全的和睦 那么罪进入世界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 也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 这是我们不能够真正和睦的原因 不能真正和睦的原因 可能你和你的家人从来不吵架 但是你不见得有真正的和睦 不见得有真正的和睦 我以前也讲过 我在生长的家庭 父母和我的关系非常好 他们非常爱我 我哥哥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 那么我基本上家里面像个独生子一样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挨了一次咒 还是去和小孩子跑到外面去 小孩子赌钱 丢那个洞 我不知道在座的那些弟兄 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给我父亲发现了 我正好去挑水的时候 那停水 我去井里面挑水 就停在那边 就和小孩子赌几钱来了 就几分钱了 这么多赌 给我父亲看见了 抽着扁担对他咒我了 那是唯一一次被打 所以我和我父亲实际上关系很好 但是真正的我知道 我和他有个美好的和谐关系 是他信主过后 我以前也讲过 他生病 那么我在电话中 带他信了主 然后信主过后 我们两个在电话上无话不谈 我才发现 原来我和我父亲会讲这么深的东西 那是真正的和睦 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看不见的隔断的墙了 所以我们能够畅所欲言 很多东西都去讨论 连恋爱观都讨论过 你想想你没有过你父亲讨论过恋爱观 当然是讲以前的事情 所以有的夫妻从来不吵架 表面看来可能非常的和谐 但是我不认为不吵架 你一定有和谐 有时候不吵架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心死了 心死了 所以哀魔大于心死 这个可能比吵架更可怕 那么第二个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人与人的冤仇 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那么这段经文说 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冤仇 是源于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我们需要对这段经文做一点解释 因为保罗在地方讲到 要废掉的律法的规条 我想不是全部的律法的规条 因为保罗在 以夫属书的六章第二节 他劝勉信徒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 你知道这是十节的第几节 第五节 十节的前面四节是和神的关系 后面六节是人的关系 和人的关系第一条就是对父母 对父母关系 所以说从这个在一本书里面 他既然他引用了十节 所以说显然他要废掉的不是道德律法 而是一种宗教的礼仪 比如说歌礼 各种的捷径礼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解释的 就是说他要废掉的 就是那种犹太人 他们错用律法的这种 来称义的这种方法 他们用错了这种方法 这种用错这种方法带来的是什么 产生自义自大自傲 这种骄傲 从而他们敌视外邦人 而保罗还因此坐牢 这个可以记载在 《使徒行传》的21章 我们来看一下 这21章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21章的27到30节 就那齐日将完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拉他 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 见他 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 并这地方的 他又带着心里人进殿 污秽了这圣地 他根本没有带人去 他们看见他和外邦人 以不属人 特罗非 特罗非罗 特罗非摩 他和保罗在城里面走 所以他们认为他进了圣殿 所以说他们就想把保罗 拉着他置于死地 还好是罗马的驻防军 保护 所以他 不然他几乎被打死 所以人的自义 自私自大 骄傲 这些都能够成为和睦的障碍 是我们不能爱人 反而我们很自然地排斥他人 排斥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 产生冲突 而且伤害别人 我读到一个故事 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个故事 讲到两个男人 他们都病得很重 住在同一个病房里面 那么其中有一个男人 允许在每天下午 坐起来一个小时 因为他肺里面有脊髓 就让肺里面的脊髓 能够排掉 那么在他的床边 有一扇病房里面 唯一的窗户 那么另外一个男人 他必须要长期躺在病床上 那么因为两个同住一个病房 同病相连 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起来 所以他们聊了很多 聊他们的妻子和家庭 也聊他们的工作 聊他们在军中的一些往事 也聊他们曾经去哪儿度假 那每个下午靠窗的那个男人呢 他有机会坐着的时候 他就花很多时间来描述窗外的样子 给他的室友听 那么另外一个本来很忧郁的 那个男人因着这一个小时的 一个小时而活了过来 因为窗外多彩多姿的那种生活 让他的小小的世界也因此变大了 所以他也变得很有朝气了 那么那个男人告诉他 他说窗外有一个公园 还有一个可以非常漂亮的一个湖 那么当小孩子划过划船过湖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湖面上有水鸭 有天鹅在湖里面玩耍 也看见年轻的情侣手挽手 在那冰纷散淡的花丛里面散步 那么巨大的树木 也把那个湖水蹭投得非常的美丽 可以看到远远的映在蓝天下的城市 所以当每当那个男人 用心在描述风景的时候 靠窗就是那个靠房间另外一边男人 他就闭上眼睛来享受这种美丽的景象 那么有一个下午呢 阳光灿烂 那么靠窗的那个男人就在描述 经过的一个游戏的队伍 虽然另外一个男人听不见乐队的声音 但他仍用自己的心去感受 享受那个窗边的男人 他所用的那些美好的词汇 但这时候突然一个坏的念都浮现在 那个男人的脑海里面 他说为什么只有他能够体验这些令人愉快的事 为什么我不能看到呢 这非常不公平 刚开始他还觉得有点羞愧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但是几天过去啊 想要看到更多景色那种想法 越来越的控制他 所以他就开始羡慕 然后开始那个羡慕变成嫉妒 这种嫉妒就慢慢侵蚀了他的灵魂 所以他开始注意到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所以有一天晚上他正盯着那个天花板 睡不着觉的时候 就隔壁他隔壁床那个男人开始咳嗽 因为他没怕呼吸 因为水在那个急在肺里面 就这个男人就看见他 在黑暗中那个男人摸索着 要找那个求救您 他听着隔壁的动静 自己并不动 他也不按自己的那个求救您找复事 那么过了一会儿 那个喘气声 咳嗽声就停止了 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夫妻声 整个病房变成一片的死剧 那隔天早上那个富士来替他们擦澡的时候 就发现靠窗边那个男人已经死去了 那富士非常的悲伤 就找其他人把他带出去了 就这个病房里面留下这个男人说 哇 这是一个机会 他就问富士能不能搬转窗边 那富士当然很乐意地就打赢他换位置 就换了窗边了 他确定没有问题 房间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慢慢地撑起来 因为很疼 他不能坐起来 就靠着一边的手肘 他就撑起身子要看一眼 看一眼外边的世界 他满心欢喜要看属于自己的世界 就他强迫自己 非常艰难地把身子慢慢转向 窗外看起的时候 发现外面只有一扇墙 后来他问那个富士 他说是什么逼得他去世的时候 要叙述窗外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就那个富士说 那个人是个盲人 他什么也看不见 连墙也看不见 他说他可能是要鼓励你吧 因为你刚来的时候你非常忧愁 这个两个男人当中并没有一个隔断的墙 但是其中一个男人 在他心里面他跟自己住了一道墙 在那个两个男人之间 这个墙就叫自私 自大 自我 就是这个自私让他不能接受对方的爱 也不能去爱对方 因为人需要解决以神适合的问题 你才能够真正地去 和人有一个和睦的关系 就第三个障碍 就是人与神的一个冤仇 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二章十六节里面讲到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以神和好了 那么这个冤仇 就是人的罪 带来的人和神的关系的适合 那么在这一点上 外邦人和犹太人没有区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所以在以赴蜀书的二章第三节 就讲到这一点 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那么这里面的我们就是犹太人 他们只是外邦人 人与人不能和睦的根本原因 在于人和神的关系的时候 当一个人随着肉体的喜好 心中的喜好去行的时候 就成为可怒之子 他就在神的公义的愤怒和审判之下 他不会有平安 如果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 你心中还没有平安 很可能你还有须 隐而未见的罪 需要去对付 有一个愿语说 让你筋疲离记的 不是你前面要翻越的大山 而是你写你的沙子 我们去爬山的时候 常常会说我体力够不够 能不能翻过大山 但是忘记了是检查 我写里面有没有沙子 因为真正让你不能爬过山的 是写你的沙子 作为神的儿女 可能我们对一些显而未见的罪 我们会警惕 我们会去对付 但那些隐含的 我们常常会忘记对付它 我们会每个周都来教会敬拜 我们也参加团契 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很敬虔 但是我们没有去对付那些隐藏的 就是那些熟视的世界观 价值观 他们就像写你的沙子一样 造成我们属灵生命上的失败 造成以神是何 以人是何 因为圣经上讲 他说以世俗为有的 就是以神为敌 很多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所行所想 可能在教会里面还想到神的事情 回到家中讲的想的行的 全是熟视的事情 所以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 那么我们只能够才能够以神和好 以人和好呢 什么是我们能够和睦的原因呢 今天来到第二点 第一个 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 因他 因他使我们和睦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你注意到里面的 那个夸户里面的小字 那个原文 他说原文做 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这两个实际上有蛮大的区别的 他使我们和睦 那么还有其他东西可以使我们和睦 但他是我们的和睦 那就不一样了 他是唯一的 讲到以后他是唯一的 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 他是我们唯一的原因 能够和睦的原因和源头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的方法 也没有任何的技巧 也没有任何的力量 能够让犹太人和外邦人 那个中间隔断的墙 被拆毁 当然在祖后七十年 罗马将军提多 把圣殿灭掉了 那个中间隔断的墙也没有了 但那个无形的墙 是提多将军 不能够拆毁的 但耶稣基督 是怎样拆毁 那个中间隔断的墙呢 他是怎样使两下合而为一呢 耶稣基督 撤断中间隔断的墙 他不是用权力 也不是用财物 尽管父神 把天下人间的权柄 都隔了他 而且他也是创造 天地万物的神 他也不是用神迹 尽管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是用自己的身体 用流血 用牺牲 来拆毁了因罪带来的 隔断的无形的墙 是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 不同肤色 不同性别 不分长幼 这些神的儿女们 我们借着他能够来一起 敬拜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我们本来没有和睦 也不能达到和睦 但当他是我们的和睦的时候 我们才有了和睦 我们的和睦 全在乎于他 倚仗他 没有他 我们之间没有和睦 它是我们能够和睦的 唯一的原因 它是我们能够花解 冤仇的唯一的原因 如果你喜欢历史的话 你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真的是非常的残酷 腥风雪雨 但是在第一次战争中 记载了一个非常温馨的 一个故事 这也是法国电影 2006年的电影 好像圣诞快乐的剧情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而且也是一战当中的一个谜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战争爆发后的 第一个圣诞节 一千多公里的西部战线 突然停火了 而且没有指挥官下这个命令 停火的命令 这是发生在1914年的12月24日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个平安夜 当时德军是在 驻扎在比利时的一个叫 伊佩尔的地区 他们当时圣诞夜 开始 他们就开始在战壕里面 装饰摆上蜡烛 他们也开始唱起平安夜的诗歌 结果对面英军的战壕里面 突然响起了风情的声音 来应和他们那个 那个是平安夜的歌声 就两边就开始 英文德文唱起了圣诞歌 那么很快的 他们开始走出战壕 开始两边开始交通 那么附送礼物 换食物 烟或酒 而且他们还约定 第二天不再开火 而且双方还举行了 一个联合的礼拜 联合了礼拜 那一夜战地里面 就没有枪声了 欢声笑语 炮火沉默了 这个一公里的防线 停战那种气氛 很快地感染 周遭的防线 而且非常快地扩散到 一千多公里的西部战线 数百万的大军 就停止了射击 共同来庆祝圣诞的来临 那么当时那个德国 或法国的战线 也发生同样的事 只是唱的诗歌是 德文或法文 所以当圣诞 临生从那个山脉 福祉山脉战线后的村庄 响起的时候 那么德军或法军 他们也很自然地 停止了战斗 而且穿越战壕 两边开始交通 红酒 白兰地 香烟 和黑面包 饼干 怎么的 互相交换礼物 这就是当时 震惊世界的圣诞节修战 也可以说 在这个世界的战争史上 留下了一段佳话 可以说平安是战争中的 一种奢侈 那么如果是一种奢侈的话 还有什么能够在平安夜 比平安夜更有权力来支取这种奢侈呢 因为平安夜是为了纪念 那个和平的军 耶稣的诞成 耶稣进入人类 就是要成为我们的和睦 就是要使两下归为一体 和而为一 就是要废掉冤仇 使人和神和好 使人和人和睦 这一天一夜的短暂的休战 好像就从短暂的一撇里面看到了新天新地一样 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 不会再有死亡 不会再有战争 不会再有悲哀 哭号疼痛 自然人人都享有平安 那是将有人类永远和平的到来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才有和睦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是当我们信靠祂的时候 祂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个新造的人是超于种族 超越文化 超越我们的不同的 这是第二个原因 能够和睦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成为新的创造 成为新的创造 那么这个新的创造 在十五节里面讲到 两下介绍自己 成造成一个新人 那么这个新的创造 它不是一个改良 而神介绍耶稣基督 一个全新的创造 就像在哥林多 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所讲到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成为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那么旧人是在亚当里的 在旧人里有种族 言语地区阶级 性别的区分 在新人里面 所有这些旧人的东西 都以新人无分 新人不是要把外邦人 改造成犹太人 也不是要把犹太人 改造成外邦人 同理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 在某或人相处的关系当中 也不是要把对方改成活力一样 不是要把妻子 或者把丈夫改成活力一样 而是我们自己来对付老我 致死老我 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 经文里面的新人 当然是指整体 他有整体指神的教会 但也是个人的 因为在一个教会里面 一切的分门别类 都属于旧人 只有人人都成为新人 而且要不断地更新 才能够真正地带来和睦 当我们越有主的形象 教会就越和睦 就越能彰显主爱 所以正因为这个新人 也是指每一个信徒 因此很自然地 这和睦理应反映在 你的家庭生活当中 也能够反映在 你和人相处的人际关系上 在教会生活里面 当我们在团契生活 教会生活 服事当中 我们都会面对彼此的不同 有时候会有冲突 那么我们只有 对付我们的旧人 对付我们自己 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人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和睦 在夫妻关系是一样的 我们只有成为新人过后 我们才能够 真正地带来和睦 跟夫妻关系 现在在书店里面 在网站上 你会找到很多形形色色的 怎样处夫妻之道 怎样来有一个和睦的 婚姻关系 那这些书 这些技巧 有没有帮助 当然有帮助 但是 如果你 不能成为新造的人 你不能真正解决 解决根本的问题 在夫妻当中 我们处夫妻关系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 活多活少都有些争吵 或者冲突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不同引起的 这些不同有大有小 有的是 比如说孩子教育 买制产业 或者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油盐柴米酱做茶 刚才有讲过 可能你不争吵 但你心死了 也不能表示你和睦 那么只有 当我们用新人的这样一个态度 身份和配偶相处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有夫妻和睦的 关系的一个基础 那些技巧才能够发挥作用 你才能够真正看别人比自己强 才能有一个谦卑的心 家庭才会有和睦 夫妻的关系当中 特别是当我们想试图改变对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碰到头破血流 你改变对方的时候 就是冲突产生的时候 那么我们只有把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夫妻关系当中的标杆 我们是定睛耶稣基督 丈夫和妻子都把耶稣基督 作为自己的标杆 来改变自己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真正地看对方 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当我们用新人的价值观 世界观 来处理我们的家务事物 家庭事物的时候 而不是用我们旧人的哲学 价值观 世界观 来处理我们夫妻关系 儿女关系 只有这样 用新人的价值观 你才能够和睦 因为旧人的价值观 每个人都有一套 你说我的好 你坚持我的好 那么对方说他的好 那一定产生冲突 但是如果我们 按照耶稣基督的价值观 新人的价值观 来处理家庭事物 那一定会产生和睦 一定会产生和睦 有时候想婚姻关系 就像说学校 也可以说婚姻关系 有时候是我们 或者人际关系 是我们属灵生命的 一个情语表 神通过夫妻关系 这个横向的关系 是来操练我们 与神的这个纵向的关系 那么这个纵横向的 这个纵向或横向的交汇点 就是十字架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二章十六节 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这十字架 是两下归为一体 以神和好了 所以借着十字架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和好 借着十字架 两下归为一体 所以说 这种纵横向的观点 这种交错点 就是十字架 所以我们要以神和好 需要十字架 我们要以人和好 也需要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 是我们能够与人和好 与神和好的一个关键 那么刚才我们也讲过 这个十字架 是带给我们救赎 我们刚才也讲过 我们每个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 也是个体的 所以说 我们只有在 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够 有一个超越 一个人生 一个新造的人 就是超越那种旧我 那种不同 能够给我们 带来和睦 所以以神和好 唯独依靠十字架 以人和好 也必须依靠十字架 可以说 十字架本来是一个 羞辱的记号 但是因着 耶稣基督的牺牲 救赎 它成为我们基督徒 得胜的记号 主耶稣基督 在马太福音的 十章三十八节说 人若不背着他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那么十字架 代表了什么呢 十字架代表的是放弃 代表的是舍己 代表的是牺牲 代表的是弃权 代表的是自私老我 夫妻生活当中的老我 要我们坚持自己 持守自己的观点 权力 道理 哲学 价值观 世界观 结果是什么 两败俱伤 没有和睦 但夫妻中的新人 是要我们定金十字架 放弃自我 放弃自己的权力 不坚持自己的道理 自私老我 因此带来和睦 我和我太太很小就认识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 亲媒竹马 我们是确实很小 在幼儿园就认识了 但是我们非常不同 结了婚 我们照样会有争吵 我们的夫妻关系的成长 就是神一步步带领 刚开始我只看见自己好 看不见太太好 每次争吵都认为她不讲道理 神慢慢带领我 让我看见我自己的问题 那么一点成长 我们还会有争吵吗 我坦白告诉大家 还会有 因为我们不同 我要说 我说没有争吵 撒谎 但当我们有不同的时候 当我觉得我自己 对自己正确 受委屈的时候 我只要跪在 耶稣基督面前 我只要定睛 神让我看见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夫妻关系 尽管有争吵 但是我们很和睦 因为我们靠着主 我们不断地在进步 我们不断地在和好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在我们当中 我相信他也改变了 我也改变了 而不是我们改变对方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成为新人 实际上不光是在 夫妻关系上面 在人际关系上面 我们也要定睛十字架 有个基督徒他告诉我 他说他老板对他 非常的不友好 常常鸡蛋里面挑骨头 你知道湾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在这样和老板 这个关系这么紧张 那真是利上加利 但不是那个利 是压力 压力加上压力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就选择 我就把老板fire掉 我另外找工作罢了 但刚好他还不能做这件事情 有种种原因 他不能换工作 那么这位神的儿女 他选择了顺服 他把顺服老板 尽管有时候觉得 对方不讲理 他把他顺服 看成顺服耶稣基督 他选择了顺服 以压力共舞 以压力共舞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改变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 当我们选择来改变自己的时候 我发现环境也改变了 所以这位基督徒 他不求神来伸张自己 来跟自己好像打巴不平 来伸张自己的公平 他把顺服老板当作顺服神 这就是定金十字架 这就是背十字架跟随主 F.B. Mayer 他是那个上个世纪 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个英国的一个不导家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不信的人 把处境放在自己和基督之间 他们只看到处境 看不到基督 有信心的人 把基督放在自身和处境中间 所以他们看不到处境 所以我套用这句话 也用同样 在处人际关系上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一样的 就是有信心的人 他与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他把十字架放在他人或自己之间 所以他会不看别人的不一样 而定金十字架 他也看见了基督 也因此他能够存心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当我们像这样 与人相处的时候 一定能够有和睦 那当然这需要 我们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一个亲近的关系 我们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 我们靠耶稣基督 靠基督亲近神 那么在最后两节经文 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再把这个经文读一下 来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得以进到父面前 那么在二十七章 二章的十七节开始 他用了一个并且 那么表明这段经文 和十六节的经文是连接的 那么和平的福音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用自己的身体所成就的救恩 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从而使外邦人 和犹太人 在一个身体里面 就在神的教会里面 来和好 来敬拜神 那么十七节里面的远处 它是代表外邦人 近处代表犹太人 那么这两者 就代表四人 因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 就向四人 宣告了和平的福音 也借助使徒们传递开了 那么十八节可以说 是十六节的平行的一个经文 因为十六节讲到 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就让我们与神和好 让我们与神和好 那么但是十六节的重点 他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工作 因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 带来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和好的 这样一个工作 但是十八节他所强调的却是 这些新造的人 与父神之间那种持续的关系 那么这是耶稣基督工作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也看见 三一真神的救恩上的 这样一个工作 这也出现了圣子 圣灵 圣父 圣子耶稣基督 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和睦 叫他们借着圣灵 得以来到神面前亲近神 也就是说 人与人要有持续的和睦的关系 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不断地来亲近神 只有这样才能够结除和睦的果子 这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所以这是为什么教会 鼓励大家每天 每个星期背经 鼓励大家每天 有祷告开始每一天 如果夫妻每天以祷告开始 每一天的话 我敢保证你的冲突会越来越少 你会越来越和睦 因为你把夫妻关系交在神手中 你不断地亲近神 依靠神 以神和好 一定会带来一个 以神和好的这样 以人和好的这样关系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莫道的朋友 寻找真道的朋友 愿你能够得到这个和平的福音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或生命的主 使你经历到他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 就是以神和好的 以人和好的这样一个平安的 和睦的生命 那么在座的弟兄姐妹 愿下面的一段经文成为我们 在靠着耶稣基督 能够一个平安和睦的 这样一个生活的一个 一个鼓励 勉励 让我们的心意不断地更新变化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就是以夫属书的四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脱去你们 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于心 并且穿上新人 这心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愿神的话帮助每个人 让救恩成为 让我们的得救是一个起点 而不是一个终点 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 容神一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才天父爱我们的主 真是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和平 你是我们的和睦 主啊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靠着你 不但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个敬虔的生命 生活 让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 在工作的岗位上 主啊 我们也能够靠着你 以人和好 主啊 让我们生命能够见证你 能够荣耀你 祝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谢 祈求 是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